警车才要护送民众撤离 马上就被俄罗斯无人机炸飞 远景一死一重伤 自俄罗斯从5月10号起 加大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攻势后 全城有如俄罗斯的拔场 甚至还有公车被炮弹瞄准乘客间歇 民宅更是一片残破 两周来哈尔科夫至少撤离一万一千人 但是有个地方绝对不能撤 不能失守 CNN记者独家直击 前进哈尔科夫边境小镇利普西 怕被俄军发现连车灯和收影机的灯光都不能开 又要躲空袭又要躲无人机 这里如果失守 哈尔科夫全城就会沦落到俄罗斯炮弹范围内 但是俄罗斯这一波攻势来得突然 士兵坦言一切都很仓促 光是在CNN记者采访的这一个小时 就有约八次的空袭 因此只能速速离开 哈尔科夫全区还等不到美国军援 手边能用的武器可说是大杂烩 俄制炮台混搭法国弹药 坏的还不止这样 还有这完全是古董级的苏联制榴弹炮 1940年代出产到现在 就是因为太过老旧了 去连秋天一天还能发射上百枚 现在一天限量十次 但是和在外媒呈现得截然不同 乌克兰媒体到巴赫姆特直击 却是 炮弹一发发 完全摆脱缺弹困境 一整个弹药库都对满 吴军说这真的是热腾腾刚刚迪达的 乌克兰在巴赫姆特第30炮兵旅说 这是开战两年来 他们第一次看到弹药库补齐 但这似乎没有办法解决 在东北部的战线困境 乌克兰总统泽罗斯基最担心的防空战力 依旧无法补足 而此时俄罗斯还在大秀核弹 俄罗斯秀出了伊斯坎德尔 以及匕首等武器 进行所谓的战术性核武模拟任务 尽管威力不如核弹 但问题是俄罗斯的核武器库向来数据不透明 有多少根本不知道 如今这也是要警告西方 更是要恫恶乌克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记忆 我是老汤 哈尔科夫战役备受西方关注 尽管利普吉方面两军打得焦灼 但是俄军在东北方的沃尔昌斯克 除了持续向南岸施压之外 还往东西两翼拉平防线 就在俄军占领西边的斯塔里奇亚之后 现在又传出东面的齐比涅也失守了 乌克兰军方表示 部队确实已经撤出前沿防线 转进到战术位置更好的沃尘夫河南岸 与其他单位会合 防止俄军渡河南下 不过西方军事专家认为 乌军丢掉齐比涅虽然是迫不得已的决定 但是就战略地位来说 确实一大损失 因为齐比涅地处交通要冲 俄军占领治理之后 除了能够沿着公路包抄南沃尔昌斯克的乌军 也可以选择向东边平推沃洛西夫卡扩大战果 甚至进一步瞄准沃尔昌斯克的重要补给据点 比利科洛加契 彻底切断部队的军事及生活所需 以此拖垮守备单位 北部战士放心为爱 俄军南部集群的飞弹部队 又在俄乌南部边境一处秘密地点 举行战术核武演习 俄罗斯公布证实 参演部队在总参谋部的指挥下 遵照普钦的指示 演练了战时如何操作并装填 包括伊斯坎德尔短程飞弹 以及匕首极英素飞弹的整个发射流程 俄罗斯国防部强调 影片呈现的内容 只是第一阶段的操演经过 演习的目的是在考核接战单位及其装备 是否为战术核武器的作战做好了准备 以检视部队有没有能力保卫俄罗斯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到了第二阶段则会邀请白俄罗斯共同参与 至于第三阶段的演练 俄罗斯国防部并没有透露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执行 西方媒体也对所谓的战术核武器做了一番介绍 表示这类武器除了飞弹之外 还包括了航空炸弹 有火炮发射的核弹头 一般适用在战场上 比起可以摧毁整座城市的战略核武 战术核武的威力要更小 但还是能够歼灭对手大量的有声战力和战斗装备 理论上来说 战术核武足以大幅削弱敌方的军事力量 并且造成巨大的威慑效果 俄军这次演练不但有地面飞弹部队的操作 就连空天军的TU-160轰炸机也在考核之列 来确认待命飞官是否做好了备战和应战的准备 西方军事观察家则表示 俄罗斯这次大动作举行战术核武演习 目的是在恫吓美国与英法等北约伙伴 近期来多次发表严重挑衅俄罗斯的言论 莫斯科鹰派国防理论专家为此还提出了一个假设 就是西方国家持续军援乌克兰 已经为俄罗斯的国防安全带来不可预知的变数 大量常规武器甚至是空式飞弹交到乌军手中 已经为俄罗斯的国家生存带来严重的威胁 普京会在这个时间点举行战术核武军演 就是告诉西方阵营 必须更加认真思考俄罗斯发出的警讯 很有可能从口头告诫 转成实际行动 而整个北约乃至于欧洲都将在这场博弈中 蒙受程度不同的冲击 尤其近期以来盛传美英法 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有可能派遣军事教官前往乌克兰 除了执行训练工作之外 还有可能指挥战场上的乌军 依据战场情况执行战斗战术 不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已经正式否认 基于国内政治考量 美方在俄乌开城之初 就极力避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摩擦的可能 更何况美国总统大选在即 美军的一举一动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但是被称为爱沙尼亚铁娘子的总理卡拉斯 却不给普京任何情面 他认为人前一套人后一套 才是莫斯科背地里打好的小算盘 我们有两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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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他不会摆得这个攻击 红尼亚铁因为我们也在红尼亚铁 而是有一个选择 那是对的 但是我们无法做任何事 因为我们有另一种选择 果然是爱沙尼亚铁娘子 卡拉斯这番话说的直地有声 丝毫不拐弯抹角 不但是最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友邦之一 同时多次在北约及欧盟会议的公开场合上 不断强调俄罗斯就是欧洲威胁的最大来源 而且在坚定捍卫者2024军演期间 卡拉斯还亲自前往演习场地 与国防高层官员及北约指挥官搭乘直升机 坐在直升机后舱门的平台上 俯瞰爱沙尼亚部队与北约官兵的演习情况 甚至会坐进装甲车询问官兵装备的操作与性能 同时慰问他们的辛劳 这在北约盟国的女性领导人中也是很罕见的画面 毕竟乌克兰近期在战场上连番失利 不但牵动北约盟国的心情 乌军部队低迷的士气也会左右战局的变化 再把镜头拉回到巴赫姆特外围的战线上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位在巴赫姆特西南方的作战部队 已经打退了聚首在克里西伊夫卡的乌克兰部队 对乌克兰来说 这的确不是一个好消息 从地图上来看 这代表俄军在巴赫姆特的前沿 从西到南联通了伯格丹尼夫卡 伊凡尼夫斯克 以及克里西伊夫卡三个据点 对驻守在恰索夫亚尔的乌军部队 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也看得出来 俄军近期在这条战线上 没有太多进展的原因 很可能是要先扫荡周边的乌军势力 等到完全孤立恰索夫亚尔之后 再找寻机会发起总攻 也有部分专家认为对俄军最为有利的做法是 确认先头部队在卡丽尼娜站稳脚跟后 俄军再打恰索夫亚尔的胜算会更高 尽管乌军目前的处境非常艰困 不过有消息传出 来自西方阵营的新一波援助 已经交到前线部队的手中 对赶赴哈尔科夫防线的预备队而言 简直是天降甘霖的好消息 尽管目前俄军在哈尔科夫北面利普西方向 遇到乌军的顽强抵抗 不过部分西方情报研究机构也提醒乌克兰 哈尔科夫战役很可能是俄军设计好的战术 目的在吸引乌克兰总参谋部紧急调动有限的预备队 吸引精锐单位前来防守哈尔科夫 实际上俄军真正的用意 是要对顿巴斯地区的多支乌克兰主力 形成合围的态势 而且目标就是酷皮杨斯克 只要夺取这个重要城市 整个顿巴斯地区就在恶军的控制下 乌克兰想要再夺回尸土 势必会困难重重 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